我們都快卸任了 但是證件都還沒實現 怎麼辦怎麼辦我們都快卸任了 但是證件都還沒實現 沒關係沒關係 反正從來沒有一屆實現過 對啊我們外同學都會自私的證件證件 小聲一點啦 不然下一屆就沒有出資訊了 不然我們找幾個證件 一起把它完成吧 這個主題不錯 那我們就跟你寫證一下吧 我跟你講你這公司超少的 我們老師功課才少好不好 我們老師每天只從一夜就快 市長你的證件是什麼 我的證件是可以讓小朋友 喝到飲水機的冰水啊 現在就可以啊 你看20度的冰水耶 小姐現在是冬天 我是說夏天可以喝到冰水 冬天可以喝到溫水啦 是啊我記得之前夏天 都還要喝溫溫溫溫的水 有時過熱了還出不了水 嗯 現在冬天還要喝15度的冰水 很不健康的 要是冷凡過來該有多好 好那我們去找主人看看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吧 Let's go 好各位知識式的同學大家好 我們想要來了解一下學校飲水機供水的情形 主任可以幫我們講解一下嗎 好 學校的飲水機啊 其實在去年的暑假 已經有全部都更換新的飲水機 那現在學校飲水機就是 它在設定上是有冰 或就是熱三種出水的溫度 那就是說我們目前在使用的方式上 我們是只有提供熱水跟溫水 不過這邊指的溫水是常溫水喔 不是那個好像很溫暖的那個溫喔 這邊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那冰水的部分呢 我們學校飲水機好像也有冰水的功能 這位同學觀察讓您仔細喔 確實我們就是剛剛主任講的 我們的飲水機目前是有冰水的功能 那但是在過去考量到說 喝冰水喔 特別是十幾度甚至更低溫度的水 對我們人體 事實上是不是這麼的健康 所以一直以來我們並沒有把這個 陰水機的溫度設定在冰水的水溫給大家使用 而是把它同步跟溫水的溫度一起去做設定 他們也說小孩子不要喝太冰的水耶 主任那有沒有可能將溫度調高一點 二十幾度的冰水在夏天喝起來也是相對的舒服 喔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喔 確實因為隨著現在氣候 越來越炎熱 可能喝比較溫的水或許不是那麼的舒服喔 那主任那邊也可以再跟廠商研究一下 有沒有可能把我們這個冰水的溫度設定在十多度到二十度之間 讓大家比較舒服一點 謝謝主任的講解 再麻煩你不認可 好 沒有問題喔 主任會趕快跟廠商聯繫喔 那我們希望可以在夏天那裡之前解決大家這個飲用水的問題 嗨 我是市長 我騎人 現在就讓我們來試試如何在冬天喝到溫水 方法一 首先跟老師借熱水的鑰匙 然後先裝溫水 當然在冬天裝的溫水一定很冰 這時候我們再用鑰匙解開熱水的鑰匙 再裝入適量的熱水 這樣就會變成溫水囉 記得要先裝溫水才不會燙到 方法二 先露出一公升的溫水 在出水的同時熱水就會自動呼吸到溫水槽 冷熱混合這樣就有溫水了 而且水溫會越來越熱喔 好 好 OK 好 好 跟各位自知室的同學報告一個好消息 那主任跟飲水機的廠商有確認過 我們飲水機在冰水的功能上 可以把它設定成說 出水的溫度是在15到25度左右 那這樣的溫度 我相信在夏天喝起來應該是比較舒服 所以我們會請廠商在今年夏天來年之前 把這個溫度給設定好 那我們就希望大家 天氣熱的時候也要多喝水來維護身體的健康 謝謝主任的方法 相信大家聽到都會很開心的 好 我覺得各位同學也很棒喔 因為你們有發現校園的問題 然後主動的來探索 並且尋找解決的方法 好 那我認為同學們應該也會感謝你們 好 那今天謝謝大家 溫水30度 冰水19度 你們看 真的有冰水了耶 對啊 能在大熱店喝到一杯冰冰涼涼的水 真是一大享受的 因為我們的努力讓全校將近3000位小朋友 能夠喝到冰水 真是開心啊 謝謝你們 那我們來喝一杯進去吧 杯 本集團 水 한� force 降水 掃緊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